如果别人经常不尊重你,不把你当回事,你该怎么做呢? 你能运用好以下六条,半年后没人再敢轻视你,建议收藏起来,时常提醒自己。 一,别见面就对别人笑,在生活中跟人交谈,该说就说,别动不动就对别人笑,那样容易让别人看清你,记住除了父母,别跟任何人傻笑。 二,感知是别人的眼睛,跟任何人说话都要看着对方眼睛,别娓娓诺诺眼神飘离,你怕什么呢?就算他是一万富翁你也别怕,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有自信了。 三,抬头挺胸,走路带风,走路的时候别捏手捏脚的,把不卖大点,速度放快点。 四,少发朋友圈,别动不动就发去哪吃了个饭,去哪玩了,今天又干啥了,别人知道的越多对你越没好处。 五,别跟别人透露你的家庭情况,比如今天你的父母怎么怎么你了,你跟你媳妇或老公又因为什么吵架了,你跟哪个亲戚又不对付了等等,别人一旦了解越多,对你就是灾难。 六,别轻易亮底牌,对任何人都只说三分真话,留下七分神秘。 当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,他越是想了解你,记住这六点,你会发现别人对你的态度跟以前大不一样。